Hello 网易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涛 那这次金棕榈高级珠宝过程 你让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当然是那座奖杯 那么但是它是有一个金棕榈系列的珠宝 我比较喜欢那个金色的镯子 虽然它没有钻石 但是感觉就是很时髦很实用 会是我想入这个系列的第一件产品 然后还有那个金棕榈系列的钻石的手表和戒指 也是我很喜欢的 那您平时有收藏几宝的习惯吗 是真的有 其实家里有多少件藏品有提出过吗 也不是说以收藏为第一吧 应该还是以喜欢 然后觉得有一天自己不带了 未来可以留给女儿 其实很多女人 买珠宝的借口都是在 我有女儿 未来我可以留给我女儿 都是这样的方式 那您会脚中心里哪一种宝石呢 我自己喜欢祖母绿 因为颜色心里还是因为彩制还是什么 颜色吧 因为我喜欢绿色 我特别喜欢绿色和白色 那你知道您在拍那个 欢乐送2 那Andy Style也成为了一场白礼来穿搭的一个典范 那您平时在生活里也会选择Andy Style吗 其实我生活中确实是有很多衣服是衬衫和西服类 因为我好像我最喜欢买的就是白衬衫 特别特别多的白衬衫 可以搭很多的西服啊 裤子啊 牛仔啊 这之类的就是很百搭 那么也可以搭一些小毛衣什么的 西服类我喜欢穿 是因为好像就是我的身材穿西服特别好 就是肩还还还还蛮宽的 然后小腰收一收 感觉整个人很鼻挺的感觉 那就是那种比较俐落的那种 就是对解画 还有这种比较神奇仰慕的那种画 您更喜欢哪一种呢 其实我觉得不冲突 任何的 我觉得任何的感觉都不是单一的 一个女人就是百变的 在你不同的场合 你就会变得不一样 那您已经这五年美了 怎么评价这个2016年了 2016年 其实我觉得今年 是我拍戏最少的一年 平时我应该都是至少一年有三部戏以上 那么但是去年年底拍《欢乐颂》之后 到现在开机 我就中间拍了一部《军事联盟》 所以我觉得是我拍戏最少的一年 也是我尝试最多的一年 去做了一些跨界的尝试 然后也是收获很多的一年 那您刚才也说到快乐尝试 之前您也出过这种音乐类的尝试 这次在《快乐勾王》中也获得了贯资 之后还会尝试这种音乐类的品牌的尝试吗 之前有人请我去演音乐剧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不是一个说害怕自己没有做不到 没有能力 所以就不敢去尝试的一个人 我是一个挺愿意在 我有限的人生去大胆的去尝试任何东西 那讲到2017年有什么期待或者期待吗 2017年的期待 当然就是现在我把《欢乐颂2》演好了 2017年能够给观众一个更不一样的一部剧 那能够透明到《欢乐颂2》里面 还是有一些什么改变或者出错或者是什么吗 我觉得他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可能人生命运上会给他很多的挑战 但是他的个性上来讲 他依然是他自己 我不认为说每个女孩都要有什么改变 你就是你自己有什么不好的 而且就对你有感情的人 其实他更喜欢那样的你 嗯